第一个的话,我们来看第二站的第二题 高速公路的车辆统计 高速公路的车辆统计这一题 其实要做出来就是 第一个它的说明就是 在高速公路管理单位 它要做一个连续假期的 什么夜间不收费或闸道移控管制 然后统计 车辆总共有四种 分别为大、中、小、公务车 所以有四种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并依车辆通行记录 到时候会有个车辆的通行记录 也就是说到时候会有个计数器 感应车辆通过自动计数的一个感应的Sensor 然后再统计流量高低的统计图 这是第一个 依车辆总类就是大、中、小、公务 所以有四种车辆 第二个的话,按星期 一个星期就一到日 总共七种 然后印出统计图 所以它的需求是这样 最后做出来的话 它会有一个示范的 结果的图档在这边 特别注意这地方 这个是依车辆统计的按钮 按下去以后的话就要跑出这个结果出来 那这个结果就大、中、小、大、小、公务车 数量部分的话 其实特别注意就是说 它最后还要做一个排序 这个部分是要排序 那排序的部分其实是这一题应该算比较困难的地方 比较不容易理解 最后要按照由小到大地增排序 那这个是第一 那另外就是颜色 这上面的长条图颜色就要把它改成蓝色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底下会有个图 这个图的话是依新级别 就是说不一样的 这个哪一天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统计出来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那上面都一样 高速工作统计 那你会发现 比较重要的动作要求部分 这里 大概是这样 那其他应该 这边主要是这里的 排序有没有 由小到大 我刚刚讲 另外星期别不需要排序 不需要排序 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比较重要就是说 那一个长条图有没有 长条图部分的话呢 它的长度 这边有个公式 3000乘上 某个星期 或者某个类型的数量 再除以所有total的部分 这边也是一样 total的部分 那 输出之后的话呢 再印到报表 然后并且在右上角签名 脚胶就完成这个动作了 另外就是说所谓的循序档 也就是说在C碟底下 我们会有个档案叫90 3 4